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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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同意她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 真的不对 就是我觉得爱情它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 你在你眼里那种过境千番 历经坎坷 然后满身伤痕的爱情是爱情 在她眼中在她眼中这种情斗初开 情斗初开有情营水饱的爱情怎么就不是爱情了 是不是都是爱情 谁比谁高贵谁比谁差了 对 毛补衣 我跟你说 赵老师的话你听听就算了 你的歌呀 你的音乐是 不是做给音乐人听的 是做给懂你的人听的 像我一样 对 你看 我们台上三个扎心老铁团 有一个人就被你这首歌感动了 百分之三十几点的几率呢 可以了 好 谢谢我们的扎心老铁团 希君 这个情歌有没有杀到呢 其实 首先是非常感谢毛补衣 谢谢老师 谢谢 把她第一次献给了我 因为 不行 全场麻烦一起让 我无法主持这一段 因为我听说她是第一次在舞台上 然后跟女生 然后对唱 男女对唱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说清楚啊 真的是 其实的确 我刚刚在备战的时候 还一直在跟她说 我说你敢看我的眼睛吗 她是我们昨天第一次彩排 然后从她第一次彩排 不敢看我的眼睛 一直到刚刚我们 她用真诚的眼神看着我 完了之后 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表演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还有她一直脸红这件事情 我觉得每一个瞬间 都是非常的珍贵的瞬间 那这首歌也是毛毛自己的原创 作品 对 那我也有问她说 她创作这首歌的初衷是什么 她让我就发现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当中的一句歌词 就是大大英刚刚讲的就是 你说一声 我也默认 我觉得这跟我自己心中理想的爱情 也是不谋而合的 那我觉得 怎么讲呢 我觉得 最美的爱情不过就是芬芳一声了吧 毛毛 真好 最美的爱情不过 你怕话筒被人偷走是吧 所以一定要这个造型 就这样子吗 今天9月9 我们都给自己喜欢的人 给我们爱的人 哪怕是我们暗恋的人 发一个信息好不好 祝友情人天长地久 好 我们在此有请我们的赵天宇 和我们的好妹妹乐队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 欢笑时分总是短暂 每轮结果总是残忍 好 我们在这两组明日之子当中 又会有一轮胜出的明日之子 到底刚刚的情歌谁杀到了你们 首先已经做好决定的老薛 细菌厉害了 什么叫专业歌手 你听他上台就知道稳到不行 毛毛真的好好学学 这票我给毛不易 巨星不易工作室毛不易 1比0 大秘密 谢谢 巨星不易工作室毛不易2比0 恭喜毛不易 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 也谢谢我们的好妹妹乐队 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好妹妹乐队 谢谢我们的房场嘉宾 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 也谢谢我们的天宇 天宇要去准备下一轮的表演 好不好 我们一起给赵天宇打扣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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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你现在离我们的开场人气王 马柏谦只有一步之遥 就可以跟他同台竞技了 你只要打败周震南 就可以跟他来争夺 我们第一轮唯一一个竞技的名额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王老吉 超级对决时刻 除了获得最后出场福利的 开场人气第一马柏谦之外 还未出场的周震南 与优胜的毛不易将自动成为一组 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周震南 你觉得你能够打败毛不易吗 怎么了 我觉得可以啦 你觉得可以 小五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可以啦 你们刚刚从哪里旅游回来啊 毛不易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们也可以 可不可以用实力来说话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周震南 以及他们的朱镇嘉宾 我们的小五 五驾城